连日来 贸易战的僵持不下 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临近 都让在国内焦头烂额的特朗普如坐针毡 此时此刻 挑起外部矛盾 转移民众注意力不实为一招好棋 而在11月中期选举的时候 如果突然和中国或者俄罗斯闹翻 特朗普的人气支持率一定高涨 拿下中期选举应该不成问题 这可能就是特朗普的如意算盘 所以 特朗普最近频频出招 同时向中俄两国发起挑战 而对中国的出手尤其淋漓 在美国军舰在南海被中国强行驱离之后 特朗普恼羞成怒 美国军方多次表态 要在南海和台海再次掀起一场大风浪来敲打中国 美国叫嚣 美国海军近日将做两件事 一是继续在南海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 为了不鼓励解放军在南海的危险驱离 美国将会加大在南海的维护航行自由的力度 这个意思很明白 因为你解放军军舰在南海强行把美军的军舰赶走 美国将会派出更强的力量奔赴南海 下次解放军在出现危险拦截的时候 美国将会不再夹着尾巴逃跑了 二是美国将在南海军演 美国军舰穿越台海和派考察船停靠台湾来看 这是美国干得出来 中国在贸易战中的绝不妥协 和在南海当中的强硬态度 已经让美国很不适应 多年的霸主从来都是想干什么干什么 如今跑到人家家门口拿东西 竟然有人敢反抗 还当众拿着家伙追了出来 这让美国很没有面子 为了找回面子 美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尽管美防长称 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立场 没有发起全面针对中国的计划 但是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美国现在是从经贸军事上对中国步步紧闭 已经将我们逼到了悬崖边上 中国已退无可退 现在 摆在面前的两条路 要么投降像日本那样挪言蔽息 彻底沦为美国的廉价工厂 要么奋起反击美国把权打出一片新天地 首先需要提醒特朗普的是 中国已经不是1996的时候了 中国的底气除了经济实力的大幅飙升之外 更重要的是军事实力的飞速提升 应该感谢美国这么多年的尽心培练和封锁 如今让中国终于成长为美国最不想要看到的样子 如今 面对特朗普的变本加厉 中国在南海以不惜一战的姿态驱逐美国军舰 说明我们已经有底线了 相信美国军舰如果再次南海撒野或者穿越台海 围观的中国舰艇一定比上次更多 据可靠消息 中国11月也要在南海和台海实弹演练 正好美国军舰在南海碰瓷路过的时候 到时候炮弹不长眼 万一不小心扔错地方了肯定也是物诈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由此可见 对于特朗普的步步紧逼 我们也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 反正事情闹大了 你是在我的家门口惹事的 正义的一方在我们 这一次 我们要让特朗普知道 中国不是你手里任意打来打去的牌 我们的底线不容触碰 碰了 你的大麻烦就来了